欢迎来到爱上听书,祝大家听书愉快。 犯罪心理指的是形成犯罪决议并支配犯罪行为实施的各种心理因素的总和,包括行为人的认知、情感、意志、需要、动机、兴趣、习惯、个性倾向和个性心理特征等。 通过研究犯罪心理可以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犯罪,以及什么样的情况下人有犯罪的可能。 中国古话说,人之初性本善,但是一桩桩令人心惊胆战的案件,却让人怀疑人性究竟是什么样的。 有志大好前途的大学生,一言不合杀死摄友并且藏尸,表面幸福美满的家庭中,丈夫杀掉妻子,并且假冒妻子给家人发送信息,自己拿着钱到处旅游。 平时温柔内向的妇女用手将侄子的眼睛抠下来。 在深夜,信徒杀光道观管理人员和留宿人员,还在纸上写着,古先帝不淫乱,为者杀。 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做出这些有备于人伦道德罪行? 是人性本恶,还是有另外的原因呢? 有什么办法可以分辨出身边的危险人物? 普通人如何避免遭遇犯罪? 犯罪是否可以预防? 犯罪的人都有什么样的特点? 什么样的人容易犯罪? 犯罪心理学研究这些,不仅是为了帮助侦破案情,找出犯罪分子。 也是为了教公众保护自己,预防社会犯罪的发生。 这本书的作者李梅锦,是我国著名的犯罪心理学家,青少年心理问题研究专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也是国内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 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各大电视访谈之中,探讨近期社会犯罪问题,呼吁全社会关爱青少年,尤其是留守儿童,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优微的人性》这本书正是取材于李梅锦在电视谈话节目中的观点。 下面,我就分三个重点为你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什么样人格的人容易犯罪? 第二个重点,什么样的事件容易触发犯罪? 第三个重点,家庭要如何预防孩子走向犯罪的道路。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什么样的人容易犯罪? 近年,浮现在公共视线中的案件越来越多,人们也开始对社会有些恐慌。 那些看似沉默的邻居、乖巧的少年、慈祥的母亲,可能转眼间就会杀人。 那么,什么样的人容易犯罪呢? 在李梅锦多年的研究中,他发现,犯罪人群中约有40%的人拥有危险人格,会重复性作案。 在这40%的危险人格中,又分为先天的反社会人格,后天的犯罪人格和缺陷人格。 下面,就来看看这些人的特点是什么。 第一种是反社会人格,这是最可怕最危险的一类人。 意大利犯罪学家切萨雷·龙伯罗索最早提出了天生犯罪人的概念。 这类人没有人类普遍的情感,也没有发展人类情感的途径,无法用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去制约他们。 例如,曾经轰动一时的演员吴若甫被绑架暗中的主犯王丽华,他从9岁开始就用金钱笼络人心,因为偷钱被父亲打骂,在12岁的时候逼父母离婚。 18岁的时候,他犯抢劫罪,被判了9年的有期徒刑,提前释放之后又开始绑架杀人,在绑架吴若甫之后再次被抓。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表示,自己想出来之后大干一场,但是这样他的妈妈会很痛苦,所以出狱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杀了他的妈妈,这样他就可以放开干了。 你看,这种天生杀人狂的心态,正常人类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反社会人格在生活中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甚至会故意侵犯别人的权益。 频繁对周围人进行骚扰,而且不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一丁点的自责。 他们也不会忠实于任何一个人,也不会与任何人建立亲密的关系。 他们冲动,烦躁,好斗,经常会出现欺骗,攻击,或者是其他不友好的行为。 以上的种种特质会在15岁之前就显露出来。 在童年和青春期的时候,更是会频繁出现虐待动物,偷东西,毁坏物品,破坏规则等行为。 除此之外,如果一个人的长期行为模式与社会规范,法律,道德相悖,并且经常性地给周围人或是社会带来危害, 那么,这个人就有极大的可能拥有反社会型人格,终生都需要有人监督和控制。 如果监控得当,就会减少对社会产生危害性的可能,但是如果放任或是放弃,就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危险的人物。 第二种是犯罪人格者,在所有人格种中是最少的。 他们的犯罪很简单,但手段却十分残忍。 例如,为了十几块钱可以杀掉一个人,为了几分钟的快乐可以制造灭门惨案。 犯罪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只要活着,他们就会用犯罪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是十足的危险分子。 而且,他们的流窜性极强,难以被抓获,被媒体称为中国当代第一连环杀手的杨新海, 曾经跨、碗、玉、鲁、济、四省,做了二十六起灭门惨案,杀死六十七人,强奸二十三名女性。 但是,犯罪人格的人又是可怜人,像杨新海这么冷血无情的杀手,在警方给他一身新衣服的时候, 他说道,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给我买新衣服。 是的,犯罪人格的人生,性情简单善良,早年间和普通人一样,能够去上学也很有礼貌。 但是,因为在令人痛苦的残缺环境下成长,比如父母酗酒、吸毒、患精神疾病等, 他们在十岁左右的年纪就离家出走,从拾荒开始独自闯荡世界, 在饱受冷眼和欺负的环境下,度过青少年时期,学会了不择手段,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犯罪人格者正是因为从小就有这种无助和挣扎的经历, 于是便有着活一天是一天,死了也无所谓的心态。 李梅锦认为,应该通过加强未成年人的保护, 让社会对困难家庭中的未成年人得到多方面的保护。 开放特殊学校,让所有健全非健全的适龄学生都可以接受基本教育。 对已经出现犯罪苗头的青少年,要及早地进行社会干预, 鼓励有意从事少年工作的退休或者下岗人员, 关爱这些情感失落的少年。 只有这样才可以减少犯罪人格者的出现,提前预防犯罪。 第三种是缺陷人格者,又被称为溺爱型的人格障碍。 与犯罪人格者相反,他们的家庭是完整的, 又爱他的爸爸妈妈,还有很多人是被宠溺着长大的。 早年间,他们的心理也是正常的, 但是随着时间增长,在过度宠溺中, 他们越来越任性,越来越蛮横,觉得整个世界都围着自己。 这类人没有道德观念,做事没有底线,什么都随着自己的心意, 谁让他不高兴,他就会去报复谁。 甘肃省白银市连环杀人案的凶手高成勇,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 曾深受宠溺。 在一次盗窃未遂,被人撞破的时候,拿起屠刀,杀掉了第一个人。 在1988年5月至2002年2月间,又先后实施强奸杀人作案11起。 家长的过度宠溺,会造成孩子的自私任性,得不到就不择手段的人格缺陷, 并且会让他们的生活能力低下,无法吃苦耐劳,缺乏基本的是非判断。 在有急迫的需求或者是生存压力的时候,他们就会铤而走险,开始犯罪。 对于预防这类人的出现,就要从幼儿宣传开始。 要让家长知道溺爱孩子的危害,不要什么都大包大揽,无限满足孩子的任何要求。 而要及时让孩子拥有正确的是非观,培养起最基本的自理能力。 那以上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我们知道了犯罪人群中约有40%的人拥有危险人格, 其中有以反社会人格,犯罪人格和缺陷人格最多。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内容,什么样的事件容易触发犯罪? 那除了上面所说的40%的犯罪人群是因为拥有危险人格而重复犯罪之外, 还有60%的犯罪是因为拥有危险心结。 人格是长期稳定,难以改变的,而心结却是可以通过后期心理疏导去解开。 那什么是心结呢? 李美景认为心结是一个点,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刺激创伤。 比如小时候被老师公开批评,长大了求职不顺等等, 这些呢都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问题,让人产生挫败感。 大多数人难过一阵都可以解开心结,顺利地度过, 又或者这些心结受到情感理智的控制, 不会对他人和社会造成伤害。 但是对有些人而言,这些心结是无法放下的,因为太痛苦了。 他们没有办法疏导和缓解, 于是只要有机会,他们就要奔回这种失败的感受。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犯罪, 李美景也根据触发心结的不同,划分了三种类型, 分别是意结、肢结和情结。 第一种是意结,就是遮掩事实而导致的犯罪。 这类犯罪实际上为了遮掩自己的一些事情, 例如故意毁坏公司的电脑系统, 来抹掉自己进行非法操作的记录。 又比如破坏公务,来消除自己做过什么事情的痕迹。 这类案件发生的原因往往不像是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的。 比如,引发了轰动全国的马家爵事件。 当年,这位大学生宿舍里连续杀害四位同学, 在公共的认知中,马家爵杀人是因为他贫穷而导致长期被人看不起, 内心极度扭曲畸形。 但实际上,他杀死的四个人家里的条件都很不好, 其中有三个人比他还要穷。 经过李美锦的分析和记者的采访, 真相才水落石出。 原来,马家爵杀人是因为这四个人知道他寒假去校外解决生理问题, 打牌争吵的时候吵了出来。 马家爵怕他们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 让自己无法做人。 于是,购买石锤等工具有计划地杀害了这四个人。 第二,是肢结,就认为错误在对方的身上, 想要和对方讲道理。 这类犯罪往往发生在争辩纠缠的过程中, 参与争辩的人通常有些偏执, 在讲理的过程中,要找出自己做这个行为的合理性。 例如,在现实的生活中, 经常可以看到那种因为争吵一怒之下发生打架斗殴, 甚至出手伤人的事情。 有时候,也会因为偏执的想法导致无可挽回的悲剧。 比如说,要加新, 当时还是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的他, 有着很好的音乐天赋。 他本来应该拥有光明的未来, 但是他驾车返校途中, 撞倒了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子。 下车查看时, 见他侧身躺在车后呻吟, 因为想到别人总是说农村人就是麻烦, 因此害怕会找自己的麻烦, 就从背包后取出尖刀, 向他连刺扒刀, 然后逃逸被抓。 后来经过警方调查, 要加新所撞的女子所受的交通事故, 其损伤不足以致命, 真正致命的是他所捅的那几刀。 关于要加新为什么这么做, 曾经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李美锦教授认为, 在他情绪冲动的背后, 其实是偏执的性格在作怪。 第三种是情节, 这一类犯罪通常都是无差别的加害。 情节是由于生活中感受到的痛苦引起的, 这类人往往比较内向孤独, 给人以老是人的感觉, 一般很难发现他们的危险性, 但是他们的犯罪手段通常有一些变态, 面向无辜的陌生人和整个社会进行无差别的报复。 比如六七厦门公交起火案, 犯罪嫌疑人陈水总在晚高峰期间的快速公交上, 用汽油纵火, 最终造成47人死亡, 34人受伤, 犯罪嫌疑人陈水总被当场烧死。 在案发的前一天, 陈水总在网上连发12条消息, 说自己办理社保中遇到的不顺。 根据李美锦教授的分析, 正是因为感到生活不如意, 悲观厌世, 陈水总才走上了恶意纵火, 无差别杀人的不归路。 那除了心结之外, 精神异常犯罪的情况也很多件, 总共分为五类, 分别是狭义精神病状态, 有病时但仍有犯意的精神异常, 因长期患病引起的精神异常, 因酒精引起的精神异常, 因毒品引起的精神异常。 在异常状态之下, 人会失去对自我的控制能力, 处于一个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无意识状态。 这种情况下的犯罪, 在法律上如何界定, 如何审判, 都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好了, 第二个内容我们也讲完了, 李美锦将触发犯罪的常见心结, 划分为意结, 知结和情结, 分别指向那些为了掩盖事实, 为了将偏执观念合理化, 和为了缓解生活中的挫败感而进行的犯罪。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重点, 家庭要如何预防孩子走上犯罪的道路。 在书中, 李美锦不断提出家庭教育在预防犯罪上的重要性, 相比于社会机构的干预, 家庭干预要更加的有效, 也更好操作。 曾经美国有位脑学家通过研究自己大脑的影像图, 发现自己的大脑属于典型的反社会人格大脑结构, 但是他并没有犯罪, 也没有任何的犯罪倾向, 在排查了众多原因之后, 他发现是家庭给的成长环境抑制了他的反社会人格, 最终他能和普通人一样拥有正常的家庭和子女, 拥有稳定又令人羡慕的工作。 其实, 在李美锦教授给出的三类危险人格之中, 每一种都可以通过家庭来提前预防, 三种心结也都可以通过家庭疏导打开, 即便是最麻烦的精神异常, 只要家庭教育措施得当也可以规避。 那么,如何预防孩子走向犯罪的道路呢? 首先, 培养孩子健康的人格, 就要在孩子小的时候多多陪伴, 人格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在这个过程中, 父母承担着最为重要的责任。 心理问题的发病期多在12岁前后至18岁前后, 但是行为问题和相关的心理问题的根源却在12岁之前, 根植于父母对孩子的抚养方式之中。 李梅锦教授呼吁, 在孩子一恋期也就12岁之前, 不要让孩子离开家长身边太长的时间。 在教育心理学之中, 一恋期对于孩子而言格外的重要。 在12岁之前, 一恋现象一直存在, 且和年龄成反比。 也就是说, 年龄越小, 父母的陪伴和保护就越重要。 在发展心理学中有一个关键期的概念。 所谓关键期, 也就是最佳教育的时期。 身为父母应该把握关键期的教育。 不要认为孩子会自然地长大, 长大以后自然就会懂事。 从小拥有父母爱的孩子是不会发展出犯罪人格的。 而父母正确把握了关爱的度, 培养孩子的独立性。 孩子长大以后, 也就不会拥有缺陷人格。 即使是天生的反社会人格, 在温暖的家庭环境中成长, 也像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位教授一样,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其次, 家长要教会孩子如何疏导不良的情绪。 在生活中, 因为不良情绪而犯罪的情况时有发生。 有时, 一时的冲动就会毁掉一个人。 想要教会孩子处理情绪, 家长就得先是情绪稳定的人。 如果身为家长总是在孩子面前暴露出不稳定, 西子底里喜怒无常的一面, 那么孩子也无法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其次, 家长从小就要给孩子进行适当的挫折教育。 太过顺利的环境之下, 面对未来的不如意时, 孩子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问题, 就容易无法控制情绪。 但如果挫折教育过度, 会让孩子怀恨在心, 或者是内心压抑。 一旦触及到某一个心结, 犯罪随时有可能爆发。 再一次, 要给孩子树立正确的三观, 让他们清楚地知道, 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知道做人的道德底线, 在情绪激动的时候, 让潜意识中的底线, 牢牢地束缚住冲动。 那除了日常的教育之外, 有时候父母的碎碎念也很管用, 会在无意中树立孩子的价值观。 例如, 总是和孩子唠叨, 咱们不能人穷至短, 不能拿别人的东西, 而这些话会悄悄进入孩子的潜意识。 当以后孩子面临经济问题时, 这些大道理已经在他的心中扎根, 即使再穷, 他也不会选择偷盗。 再次要从小培养孩子对生命的敬畏, 让孩子拥有同理心。 同理心就是别人的喜怒哀乐, 孩子会感同身受。 即使未来发生什么事情, 情绪失控的时候, 处于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他人的感同身受, 他们也不会去伤害别人, 更不会痛下杀手。 最后, 在孩子精神异常的时候, 要及时送到专业的机构进行治疗, 去寻找专业的医生。 在这里, 李美锦教授特别强调专业, 因为有些家长觉得孩子行为不正常, 甚至精神有问题的时候, 容易病急乱投医, 轻信不靠谱的治疗手段, 最终酿成悲剧。 比如, 有家长因为孩子的网瘾问题, 带孩子去网瘾阶段所接受电击治疗, 还有的家长无法与叛逆期的孩子正常沟通, 就信了打着国学教育旗号的体罚学校, 这本身就是不正规的治疗场所。 孩子在里面受尽了苦不说, 还有可能把本来没有犯罪倾向的孩子逼上犯罪的道路。 只有专业的人士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 而不是让问题扩大化。 有些家长会很不好意思地承认自己的孩子有心理问题, 尤其是精神问题, 而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期, 让孩子承受一辈子的痛苦, 后悔莫及。 对此, 家长应该日常学习一些心理学知识, 关注孩子的异常行为和现象, 及时带孩子去看病, 如果是因为酒精和毒品, 更应该去专门地借断机构, 及早地解决问题。 那说到这儿, 今天的内容就为你分享的差不多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 本书讲的是犯罪心理学, 首先总结了什么样的人容易犯罪, 40%的犯罪由危险人格者造成, 其中包括先天的反社会人格, 后天因为家庭破裂较早流落社会所形成的犯罪人格, 以及后天因为家庭的过度宠溺所形成的缺陷人格。 之后, 作者李梅锦又提出, 60%的犯罪是因为危险心结造成, 这些心结有为了遮盖事实的一结, 固执己见, 认知结构失调导致的肢结, 因为自身不顺利而产生报复心态的情结, 除此之外, 还有精神异常者, 容易在没有自我意识的情况下犯下罪行。 最后, 本书指出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 通过培养健全的人格, 教会孩子疏导情绪, 在出现精神异常现象的时候, 及早去找专业人士治疗, 才能够预防孩子长大之后, 走上犯罪的道路。 回顾整本书, 主要是通过案例来讲犯罪心理学, 分析这些罪犯的行为模式, 以及他们为什么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作者李梅锦提醒我们, 通过家庭教育和社会干预, 大多数的犯罪是可以避免的。 发挥家庭的作用的同时, 社会也应该颁布相应的条例和法则, 去保护弱势人群, 留守儿童和流落街头的少年。 不仅可以让他们过上正常的生活, 也能够大大的降低社会犯罪率。